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神户杨二姐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神户华侨会馆的历史博物馆 这里就介绍了来神户的华侨他们的历史故近程 好了 我们先进去看一下 神户华侨博物馆整栋大楼都是华侨博物馆宣线的 我们进门这里看要交钱 300块钱 这购买了一张票 这个历史说明书 这个历史说明书 我们来进去看一下这个华侨门 怎么艰难艰苦奋斗在这里 开创了自己的天地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这里可以看得到的 我们这里神户同门中华同门学校 大阪中华学校 然后还有一个东京有一个中华学校 横滨三首中华学校 一共四个华侨学校 好了 大家随着我的镜头 我们去参加一下华侨会馆吧 他一进门上面就写着落地生根 这个是爱心意写的字很秀气 有两个小狮子 然后这个龙 然后这个是金居脸谱摆在这里 非常漂亮 然后这个是顺文先生的博爱写在这里 我们听着邓丽俊的歌往里面走 孙门是1866年到1925年 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 驻仲山 所以我们叫了孙仲山 来神户经由海外盲流来回 18回这样子来访问了神户 他还在这里讲学呢 这个1924年10月28号 在兵库县神户是高等女校的奖当中演讲的 这个是孙门先生 这个是翻译 这个是他的演讲 下面好多人听 这个是简体中说1868年1月 兵库神户港开港 中国人最初来的是在长崎的中国人 1869年神户的中国人超过了500名了 许多人都是以西洋人的随从用人的身份来到神户的 被允许在日本杂局的地区居住下来 然后呢这一带就被称为南京街了 这是江苏省来的商人 这是当时神户港口繁华的画像 这个是烟壶 中国的蒜坛 也随便带过来 中华民国桥商统一联会 这些还有革命跟华侨的关系 从1840年压壁战争爆发以后 看起来像1900年兵库县的中国人达到了1600人左右 这样的福建公所 三江会馆是1983年成立的三江会馆 这里有一些历史照片 还有以前的打字机 这有农公司的 这一门打字机 这些有很多老的历史照片 这些有很多老的历史照片 这些人物 还有这个 还有这些古董 古董 海潮的文化 古池枕 这个来睡觉多难受啊 赵日赵江城 这康有为先生写的耶 这很难得的书法啊 这是康有为呢 在施魔那个地方 盲命的时候临时的住宅 有很多历史照片 很多历史照片都很容易 杨奇超 杨奇超先生 杨奇超先生的书法 这语文课本 小学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的课本 这是一九七零年的时候使用的 中国语的教科书 这华侨学校建立 华侨学校建立起来了 中国同门学校本年史 是一八九九年 杨奇超在今审版中华会馆讲演 是1900年3月开设了神户华侨同门学校 他担任第一任理事长 梁奇超在这里做很多贡献 他是开创者 同门华学校 原来是讲广东话的 学广东话的 后面就变成学普通话了 还有学日语 同门学校的历史 语文课本啊 都是发扬我们中华文化的 中日友好学会访华 访日代馆团来校 1973年5月2日 廖成智作为团长 来参加神户中华同门学校来参观 1931年9月18号 开始了日本侵华战争 神户的华侠来说 居住国侵略祖国中国的战争 是最难的时代 严酷的镇压和日常生活的监视持续发生 一部分侨胞被日本警察拷问 迫害致死 许多华侨因贸易中断也回不了国 华侨组织也在日本方面的强迫要求要进行改变 在1945年的神户空虚中 有许多华侨加毁人亡 第二次要大家结束后 当时日本社会混乱 神户华侨开始在露天营业 开始恢复贸易啊恢复经商啊这些 然后要组织了团体啊 这个就是华侨的信用金库 华侨编业 华侨编业这个郑毅雄 台湾屏东出生的 他1940年做贸商和父亲来这里 以后就学医了 大阪大学医学部博士号取得 他是1972年12月老医学 来结了中国人的结婚室 这里都有了 都是讲了这个华侨的历史成人寺 华侨第一回成人寺 1973年1月15号 在这里举办了成人寺 然后中间这里还有一些柜子 讲南京街啊这些的历史 你看民生广东料理店 在南京街这里最古老的就是 广东料理店就是这个民生店 老祥鸡 这里有老祥鸡 老祥鸡也是很老的一个店 大正四年开创的 卖包子为主的 现在还在南京街还是很受欢迎 一直忙 这两个是最老的店 这个是原来南京街旧照片的一些 还搞春节活动 中秋节活动 这是一年两个大的活动 看了这些华侨的历史和会馆 就感觉在日本创业真的是很不容易 大家都是弘扬中国文化 在这里扎根 今天呢带大家参观了一下 神户的华侨历史博物馆 这个华侨历史博物馆 就是从神户 就是我们通过这些华侨历史的回顾和展览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华侨呢 他们就是用自己的手艺来创造了财富 慢慢壮大起来的 我们人增加了 财富也壮大了 现在有南京街 有会馆 还有历史博物馆 是吧 那么以前呢 他们就是靠这个缝纫机 缝纫机 缝纫机 裁缝啊 做些古老的缝纫机 这个来做 量身定做 给人家把这个手艺传到日本来 还有那个菜刀啊 就是像老乡记啊 还有广东 广东料理 这个名声啊 这些都是老华侨开创的 也告诉我们后人就是 大家只要在哪里都可以 再生工发芽 你只要把自己的手艺发扬下去 然后搞贸易也好 做餐馆也好 然后做裁缝也好 都有自己的生存的地方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来参观 这个华侨历史博物馆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